9月26日,胡人训练营开始,詹姆斯至深陷深训练营,和队友一起训练,现场销声不断,气氛非常融洽,可以看出詹姆斯没有因为跟幻球队而感到不适应。 在训练结束后,詹姆斯接受采访,谈起胡人的心得友,詹姆斯说,自己对他们必须保持耐心,知道他们每个人的特点,从而击巴他们的潜能。 当记者询问詹姆斯,如何让洛杉矶球迷喜欢他时,詹姆斯说,我和胡人签约了四年,你还想让我怎样,我知道我能带来什么。 言下之意就是,詹姆斯将用场上的行动证明自己,包括在四年的时间里,为胡人夺得总冠军。 确实如詹姆斯所言,洛杉矶球迷非常挑剔,但他不是普通球员,他是詹姆斯。 他很清楚自己能在场上做什么,所以詹姆斯很有自信,自己一定能获得洛杉矶球迷的支持。 四年的时间,说长也不长,但对NBA来说,却足以翻天覆地。 这四年中,勇士三赌总冠军,小球风潮席卷NBA,这四年中,科比,邓肯,吉诺比利等老将全部退役,NBA迎来崭新的时代。 而下一个次年,很有可能有另外一支球队取代勇士的地位,詹姆斯有能力将胡人打造成晨智之队伍。 毕竟他是詹姆斯,今年或许机会不大,但下个赛季呢,很多球星合同到期,只要吸引而到三名全明星级球员,一个总冠军阵容就能呼之欲出,所以没什么不可能。 我们相信詹姆斯能率领胡人,创造奇迹,迎来下一个紫金时代。